你穿这鞋不冷吗 就这么近 外面下雪 人家都雪冬送上 我给你雪冬送羽绒服 送给我的吗 买了两件大爷一件 前两天在直播间抢的 这是啥直播间的 压压羽绒服 就是大家说我那个羽绒服 像保安服他家买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那个衣服就说像保安穿的呢 像军大姨 我说像警察服似的 挺好看的 我觉得也是挺闹闹的 挺随意的 整的你说我又花钱了 又买两件 东北这天吧 没有羽绒服过不了东 我有一个红色的羽绒服 穿了这个半年了 再来一件 买的是红款 就是颜色不一样 大家看看 也适合啥颜色 我这阵晚上也挺忙 挨个直播间逛 最近那个拉夏威尔的 那直播间一逛逛十多家 我呆呆里买了可多裤子 还没到 黑色的 这个是啥意思 这红色 不是 他当时在直播间穿的老婆我看了 骆英蓝色这个是 你知道这售价多少钱吗 不知道 吊牌价3799 达一折 299满的 还不到一折呢 不到一折 0.9折 我其实就想买这黑色的 后来在直播间看他穿这也挺好看的 我现在咱俩就整俩人去 看长吗 穿上看看 三九天就穿的长的 短的不行 多大肥 完了 我买这155呗 他说是这个是170亿那种 我跟你说他们在直播间 试语用服务 都不拉拉索 我那君大姨也是 买的时候在直播间买的 他美不拉拉索 高快了 299 以前买这一个羽绒服 好像我说最便宜的 在我们当时都比1000多 现在真的直播间里面 这种品牌的可便宜了 我那个君大姨 就你们所说的那个君大姨 去年在直播间 他原价好像是799吧 花399买的 今天直播间还是那个价 人家穿还是可漂亮了 一到我身上的就不行 是你长得没有品味 穿着高鞋 这样子 我出去卡跟着 有的衣服吧 我穿不适合 我没穿 有可能就适合 来 有可能更不适合 这个颜色好一般价里就有 直播间看老漂亮了 他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这么穿 是的 他要是再短一点就好看了 这个就得太长了 我要不搁高一点就好了 真的很便宜 但是我跟你说 你便宜那不适合 你就这样是的 你别困困困好看 我这样数下 就这样数下 行了 常不一定多 赶紧坐上 我赶紧的犹豫危险退了